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Viking機車資訊網 我是小三 這幾年台灣的新車價格真的是越來越貴了 因為很多原因可能配備用料的不同 時空環境背景的不同 甚至連環保法規也都不太一樣了 種種因素參在一起 就是讓現在買一台新車 變成是一件越來越困難的事情了 也因為這樣 現在有越來越多人去注意到所謂的評價車款 這也成為各大車廠互相競爭的一個新戰場 不過一般人對於評價車款 你可能第一個想到就是它的外型 普通沒有什麼特別的 第二個就是它的配備很基本 雖然說不會連大燈方向燈都不給你 不過可能真的就是大燈方向燈 這些很基本的東西而已 但是在去年年底 有一間很敢挑戰 甚至有點叛逆的車廠 它推出一輛全新的評價車款 它不只擁有全新設計的外型 還有豐富的配備 它還同時搭載了一項很有趣很實用的新科技 而這輛話題十足的全新評價車款 就是我們今天所要介紹的主角 PGO棒125 其實所謂的平價車款呢 對於大部分車廠來說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族群 因為不管今天喜不喜歡騎車 你玩不玩車 大部分的人都還是有所謂的騎車通勤的需求 所以只要掌握到這一塊 其實就是一個很穩定的收入來源 但也因為這樣 其實平價車它的設計上來講 通常不會投入太大的心力 因為它的目標消費者可能是婆婆媽媽 可能是年紀比較大的騎士 對於外型他們不是那麼的在乎 他們重要的是好用然後便宜就好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設計要錢 如果你今天要開發新的設計外型來講 你還要多花一筆錢 所以有些車廠它其實是會用過去幾年前 比較流行的車款來做一點修改 然後來做評價車的外型 這邊有什麼不好也確實可以降低成本 但是就是說外型上可能不會那麼的流行 但是這一次PGO棒125在推出的時候 它並沒有遵照這樣的傳統 我們可以看到從車頭開始到整個正面 它用的是比較複雜比較流線的線條 去營造出比較狹長比較流線的車體造型 那麼從側面底部這些部分的配件 你可以看到它是用了一些空氣力學的概念 讓它整個造型看起來更動感 更具科技感 而且變得也比較年輕一點 這樣的外型設計也確實打破了過去平駕車 它的刻板印象 它不再是那麼無聊那麼傳統的造型 那麼對於你有平駕車的購車需求 但是你又希望說外型不要那麼死板 好看一點的話 這樣子的購車需求來講 其實POP125它會是一個不錯的新選擇 在一般車體配備的部分 在頭燈它使用的是H4規格的頭燈 那這樣的燈具其實亮度來說沒有問題 照明度很夠 那在方向燈 前面這個小的定位燈 還有後方的尾燈的部分 則是採用一般燈泡的材質 那比較特別的是 在儀表的部分 它沒有採用一般平駕車慣用的指針式儀表 而是採用的指針混合數位式儀表 這個部分我覺得真的是蠻特別的 因為一般為了省成本 不會這樣子做 那這次它還是使用了數位式儀表 那上面可以顯示它的油量 里程 時速 時間 還有電壓 那以實用性來說 這是非常好的配備 在前置物空間的部分 POP125做得不錯 它這個空間做得比較深比較寬 一般的700cc的飲料 或是說寶特瓶來講 都可以很輕鬆的放進去 那在把手下方還有椅墊下方 也都各有一個掛鉤 算是蠻貼心蠻實用的設計 那油箱呢是設計在左前方 它也是自動彈出式的設計 是一個比較方便的功能 在車廂空間的部分 一般三分之四的安全帽 放進去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全罩的部分 以我自己在戴的RR5來講 是沒有辦法蓋上的 這是比較可惜的 那麼在椅墊的部分呢 這個部分要特別跟大家介紹一下 PGO這幾年其實一直很在乎 大家的屁股感受 從現在販售的市面上來講 JBOO 115它強調是 從極具車款裡面最長的椅墊 那過去TiGua E25在上市的時候 它其實是原廠有三種版本的椅墊 可以讓你做選擇 其實這個隱藏的服務 現在好像還有 如果你有購車需求 可以偷偷的問一下 那這次BOO 115它的椅墊設計 其實也是比較長 比較厚 那做起來呢 整個感受是非常好的 那我個人是很喜歡這樣子的設計 那麼提到舒適度呢 這是PGO在避震器的部分 它特別採用了雙槍的避震器 雖然一般平價車款 你很難看到這樣的設計 因為便宜嘛 省一根、市一根 不過為了提升整體的舒適度呢 PGO還是採用了雙槍的避震器 那麼除了以上的配備之外呢 像是觸碰式的飛眩踏板 或是省力的中柱 其實這些PGO BOOM 125它都準備好了 那麼如果說你以 非常非常嚴格的角度來看 其實它的配備並不算特別的豪華 但是如果你對應到一般的評價車款 考慮盡它的價錢來講呢 其實PGO BOOM 125我覺得 它的配備真的算是非常的有誠意 那麼除了一般的配備之外呢 這是BOOM 125還有一個非常實用的新科技 就是STOP & GO引擎怠速自動熄火啟動裝置 那這個裝置呢 最主要是透過電腦的運算 當你在停等紅綠燈的時候 你只要怠速超過音的秒數 引擎它就會自動熄火 那當你要再次起步的時候 你只要輕拉煞車 輕轉油門 它就會再次啟動 是非常好用 非常實用的一個功能 我們這一次呢 為了搭配STOP & GO引擎怠速自動熄火啟動裝置 PGO也特別運用它的獨家專利呢 使用它的大燈控制器 能源管理系統 那如果你在夜間騎乘的時候 進入了引擎怠速自動熄火啟動的模式的時候呢 它大燈就會進入省電模式 雖然亮度會低一點 可是它可以保有基本的照明度跟安全性 那麼等到你再次啟動之後呢 它就會回復到正常的亮度 那這個是比較安全 比較節能 也可以讓電池擁有比較長壽命的一個做法 當然有的人會擔心說你這樣子搞 啟動馬達拿受得了 不過這部分不用擔心 PGO有提供由40電機所做的檢驗報告 基本上Bung125它的啟動馬達呢 是可以承受10萬次以上的作動 這是沒有問題的 甚至在模擬的實驗室中呢 它可以預估來到15萬次的使用次數 所以這部分不用擔心 它絕對受得了 那麼如果你真的不喜歡 怠速自動熄火啟動裝置呢 其實它是可以關掉的 那它開關就坐在八手的右上方 不過我會建議說這個開關你不需要去關掉 因為我們如果你的使用環境是以市區通勤為主 你應該在市區長看到60秒以上的紅燈 甚至90秒都有 那你一天出門上下班上下課 你遇到兩個就好 回來再遇到兩個 一天就是4分鐘 一個月就是120分鐘 那你一年換算下來會有1440分鐘 那是整整24個小時 你的車一年下來有整整24個小時是維持怠速 在那邊運轉的 那其實這不是很浪費油嗎 那既然你有這個 引擎怠速自動熄火啟動裝置 其實我覺得就好好的去運用 因為它真的可以更省油 更節能 那對整個環保來講呢 其實它會有更正面的幫助 以平價市區通勤為主要訴求的Bomb125呢 它採用的是四行程2V的引擎 那麼它的動力表現呢 在起步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比較普普 比較一般 它動力永遠會比較明顯的 是在進入中速之後 大約表速30過後 一直來到70公里之前呢 這一段的加速反應是很棒的 那你一般市區通勤來講 真的很夠用了 那在自動的部分 Bomb125它使用的是單向雙活塞卡鉗 搭配180mm的碟盤 後面呢則是古煞的設計 那以規格來看 其實它不是特別的突出 不過對應到它的使用模式跟動力來說呢 我覺得很夠用了 那在這一次試駕過程中 讓我比較不滿意的 大概就是Bomb125它的傾角了 Bomb125它採用的是10吋的輪框 那在騎乘來講呢 它在四去的靈活性很夠 那騎起來姿勢也很舒服很自然 但是它傾角的部分確實比較小 如果說你是比較喜歡跑山路 要玩操控的人來說呢 我想它不會那麼的適合你 那麼縱觀整個Bomb125它的動態表現來說呢 其實我覺得算是中規中矩 如果今天你是要動態性能比較好的 你要拿來玩甚至拿來改的話呢 我覺得你去找別的運動型的車款會比較好 像PGO自己家還有Tigua或是G-MAX 那都會是更好的選擇 不過如果今天只是要一台 騎起來舒服好騎 而且拿來通勤帶不用的車呢 我想PGO BOM125它也是可以滿足你的需求的 總結來說我覺得PGO BOM125是一台很特別的車款 它算是一個回到使用者層面來做設計的車 那以價錢來說很划算 59,800還含排險 那以外型來看還不錯 它是一個全新的造型 那以配備來說很完整 該有的都有了 還送你一個很環保的新科技 那以動力來講 雖然不是特別的好玩 不過呢實用性的部分也不用擔心 那整個綜合起來來說 如果今天你是要找一台可靠的代步車 你不希望說花太多的錢 但是你又希望說外型跟配備 要有一定水準的表現 那麼我想你在找這台車 或許就是PGO的BOM125 以上是我們這次Bike In的新車測試報告 我是小三 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一台125CC的車要賣多少 這是一個很難解的問題喔 我記得以前高中的時候 只要暑假好好打工兩個月 就可以買到一台還不錯的125 甚至我朋友 他跑去做捆工做苦力 兩個月之後他買了一台車 還買了一台PS2 然後還繳了一點學費 多開心啊 那你對應到現在來說 你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打工 去存錢買一台車 你要花多久的時間 那當然我知道說 時間空間背景不一樣 當年的用料 當年的配備 還有現在環保法規等等 都不一樣了 像這次BOM125它所搭載的 STOP&GO引擎代速自動起火啟動系統 這有點難念 可是為了因應未來的六期環保法規 所提前做的準備 那這個也是所有車廠 都一定要去面對到的問題 那我想說的是 今天要買新車 我們年輕人 大家還是喜歡第一個 先看最大馬力 尾數有多少 這個比較有趣一點 叫你來談說 平價省油環保 說真的是比較無聊 但是你不能否認的是 其實還是有很多人 它的購車需求 它是這個方向的 它需要就是一個 可靠的穩定的代步車 然後價錢不要太貴 所以說如果車廠 未來能夠把一些資源 多分配一點到這個部分來講 我相信對於在尋找這樣子代步車 尋找一個好的通勤選擇的人來說 會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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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